找來找去找不到 網上完全找不到 媽媽有了另一個主題曲 《風雨不覺》姜濤唱的歌 你找到嗎? Hello 我是飛龍 有段時間沒有網上跟大家聊天 今天突然開麥克風 因為我剛看了 媽媽有了另一個 姜濤的電影 我沒有拍片的原因 最主要是 如果你要拍片的話 一定是說MIRROR演唱會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但你知道我這個台 其實最主要是很多時候想 分享他們的歡樂 我就寧願不拍了 你問我 所以下次就不要說 我經常拍片是為了想點擊 不是的 我有興趣 我只是純粹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現在姜濤出了新電影 我就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看了沒有 媽媽有了第二個 就是彭世衛導演的作品 彭世衛導演 其實我十年前 見過一次面 本來我不認識她 只不過是我朋友 認識她 我朋友 也有在這套電影裏 做電影配樂 當年我朋友結婚 那時候都請了 彭世衛導演 過來做兄弟團裏面 記得是兄弟團 不是姐妹團 很可愛 當時我不認識她 只是知道她是舞台劇演員 很厲害 拍了29加1 現在又另一套電影 最初我聽人說 這套電影是姜濤 或者花姐的故事 但我入場就發覺 只不過是 無頌軍的角色也是經歷人 其實原則上跟花姐 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我看到有些宣傳報道 都挺有趣 她定這套電影 是一套喜劇 但我想她裡面 也有些少少搞笑的情節 但怎麼看這套 我也是覺得 是一套迷藝片 我覺得也是 至少是青春片 也可以說是 但因為主角無頌軍 是最多氣氛的 所以我還是定她一套文藝片 我先看一些報道 原來姜濤為了這套電影 特地學駕駛車 駕駛什麼車 電單車 汽車 不是啊 學駕單車 原來姜濤跳舞這樣 原來本身是不會駕單車的 故意為了這套電影 因為他要飾演一個外賣 所以故意為這套電影 學單車 聽起來也想不到你 如果在整套電影來說 我覺得 真真正正的主角 在這套電影裡 真真正正正的主角 是無頌軍的 他有整套電影 由頭大到尾 其次 其實都不關姜濤斯 其次是阿Jer 因為我最初以為 阿媽有了第二個 你說得阿媽有了第二個 當然是沒有子的感情 我最初以為姜濤 應該是做無頌軍的兒子 但不是 原來他只不過是 是無頌軍 湊出來的兒子 因為 姜濤原來本身是一個外賣者 很有潛質去唱歌 那方面 無頌軍其實已經很多年沒有做經理人 但兒子大了 就出來了 無意中 見到姜濤 就發掘了他出來做一個星 所以 原則上 姜濤只不過是 介入了他們 無頌軍 沒有自己的感情 但姜濤本身 在戲裏 他都和他爸爸有一份情 其實很像 無頌軍的個案 但無頌軍 他們那個是比較主要的 姜濤那個 雙倍之下 沒有他們那麼多氣氛 剛才我說了 粉絲為何看得開心呢 看得開心的原因就是 我想裏面都播了六至七首歌 姜濤的歌 如果在一套戲裏面 例如不是音樂劇 不是好像梅艷芳 那些歌手自轉式的戲 我想這套戲都算是多了 因為 原因上其實是可加可減的 我想這件純粹是導演覺得 想大家粉絲看得開心 所以就播多一些姜濤的歌 反而阿章只有一首英文歌 比較少一點 其實這套戲 故事我不是認真說的 因為很多Youtuber都說了 很多影評人都說了 我想說一點 我對這套戲看完之後的感受 其實整套戲 我最初都以為是 在未入場之前 我以為是說一些追夢的事情 但這完全不是這套戲的主旨 因為在姜濤的戲裏面 他追夢的過程 其實沒有什麼挫折 基本上很容易 無風無浪的話就做了一聲 做了一聲之後 沒有遇到什麼很大的問題之下 可以繼續攀路上去 所以主旨上不是在這件事 而是在親情上 那天我看電影的時候 他信了這張卡 這張卡說了一個 應該是這套戲的主旨 每個人都想自己被重視的一個 很多時候這套戲 很多時候都有說這件事 尤其是Jer的角色 很多時候他覺得這些事情 都被忽略一角 父母有問題的事情 他又不跟他商量 他媽媽又不跟他商量 就走出去做事 跟著還捧著星 還帶著星人回來家裏 一起住 Jer一直覺得自己很多事情 好像很被人忽略 但是他媽媽也有說 當你以為被忽略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關心 真的這麼關心你周邊的人 會不會其實同時間 你都是忽略你身邊的親人 那真的是這套戲的主旨 這個主旨其實是非常好的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現代人 有可能在網絡世界也好 或者現在 就算我以前長大的時候也是 很多時候 有人只顧著Tagwoman 很自我一個世界裏面 很多時候沒有怎樣跟家人溝通 這個故事裏主要是帶出這件事 某程度上我想說 有可能在角色上的先天 某程度上 姜濤的角色 就有可能一定會 沒有Jer的角色那麼長 因為這套戲也說 媽媽有了第二個 連這套戲也是 第一身在兒子裡 氣餅也是這樣說的 但某程度上 姜濤的演出我也有驚喜 除了我覺得開頭演外賣仔 我覺得差一點 差一點 我不知道是演化上 還是外形上 因為很簡單 周星馳演外賣仔 你好好說服到我 劉德華可以演外賣仔 怎麼可能 現在姜濤的情況就是 劉德華演外賣仔 這麼英俊 怎會跑來演外賣仔 但是可以說姜濤越後段 就演得越好 後來做到星的時候 更加是很有榮星風化 無頌軍就不用說了 由頭到尾 我都說是大到尾 他一定是演得很好 Jer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最有驚喜就是Jer 某程度上 因為平時其實我沒有什麼 不知道印象 好像沒有什麼 他演戲 原來可以 我覺得不只可以這麼簡單 其實有機會 他可以的程度 是可以割續明年的新人獎 香港電影金像獎 新人獎 姜濤 因為疑於角色的問題 我覺得 有可能 未必好像Jer那樣容易 但我都希望姜濤可以入位 到時 這部電影其實也很順 中間又有些可愛的笑 挺有趣 尤其是Jer好像經常被同學煩 那些同學 找到他就好像 其實關心他家裡的明星 多於關心他 我看見Jer的角色 在這部電影中很多的不滿 其實我不知道 如果在現實生活上 如果我是他 我又不會覺得不滿 我有一個星 和你差不多年紀 又在家裡住 你應該很開心 是不是 又可以和他聊天 又可以分享一下娛樂事業 但有可能他本身 他對那邊通氣也是一個高材生 有人對這些娛樂事業 他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很多時候同學真的會煩 他真的覺得煩 好 剛剛都讚了一部電影 那麼多 有沒有一些東西要少少地彈呢 我唯一我覺得會是 一部電影都好像 我感覺上超過120分鐘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真的超過120分鐘 如果輕輕縮短一點 會好一點 整件事再緊湊一些 雖然現在 其實都算是一部文藝片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交代一些內心的戲多一些 有時候導演都覺得 可以比長一點去講這件事 但是因為 例如我特別是什麼呢 我覺得最後那半個小時 集中在姜濤演唱會 我覺得有少少 在最後那一場 就有少少不是很 帶到一個很高的氣氛出來 因為其實 如果你這部電影是一部追夢的 我覺得 最後你搞一場演唱會 去做重頭戲 去交代整件事 我覺得還可以的 這場演唱會裡面 他都有講 加代一些少少 黃宋君和他的兒子 一些感情上的事情 或者姜濤和他爸爸的感情上的事情 但是這一場 最後那場演唱會 我想沒有半個小時 起碼都有四個字 有少少長了少少 如果短一點就會好些 當然 如果彭秀慧導演 例如上次29加1的話 我當然覺得29加1會好看些 那套沒辦法 那套其實是個人故事 還有一套他演了這麼多次的舞台劇 已經滾瓜難熟了 那套其實是精華來的 這麼多年自己的心聲 放在這套戲裡面 這次其實 這一個故事 就是他重新為星想出來的故事 網上一見到一篇文 彭秀慧導演說 這套電影的主題歌 《風雨不改》 他領略到一個新的意思 因為其實那裡邊的歌詞 陳明謙寫的 有一段歌詞就是這樣說的 你總給我 照料陪伴與忍耐 《彈者後台》 《為了什麼》 《習慣等待》 《風雨不改》 當時這個團隊 還沒有很明白《風雨不改》的意思 但自從MIRROR的演唱會 發生了嚴重事故之後 十二次停工 而Jer和姜濤都缺席在電影宣傳 首映那天還遇到台風 彭秀慧導說 終於明白《風雨不改》是什麼意思 就是上天告訴我們 很多事情其實 非理如期之中想的 無論再大風再大浪 都仍要緊守自己的信念價值 處理好自己 方能珍惜下一個相遇 方能迎接下一個晴天 就是《姜濤唱風雨不改》 這首歌裡面的意思 但是最慘的是 現在網上 我找來找去都不太找到這首歌 我最多想到電影出 主題歌應該同時間會有MV出 但是真的藏起來了 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這首歌要藏起來了 就算有什麼都不需要刻意拍MV 例如《那聲年》那些電影 或者《我的少女時代》 他的MV都是播放電影 裡面的片段就夠了 為什麼要藏起來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詞曲折騰》 《曲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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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折騰》